好,各位朋友同学们,大家周末好,欢迎参加由澳中科技协会主办的多脑知识论坛 本期是论坛开办以来的第五期 前面四期的主题分别涉及自动驾驶、先进制造、中澳科技发展、工业工艺等几个主题 前面几期的主题大多和工业相关 如果以前错过的朋友可以访问我们的公众号 我们科技协会的公众号,回顾各期的主题讲座 那么今天我们的主题来到与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行业,医学 本期论坛由澳中科技协会主办 同时浙江清华三角研究院、柏林研究中心作为合作单位 给予我们鼎力相助,感谢你们的支持 关于医疗技术这个主题,我们今天分两个板块 我们有限请到了在此方面成绩显赫的两位专家学者 首先就是我们的于华峰博士 好 那于华峰博士是英国博明翰大学材料及冶金学的博士 曾为维亚纳大学固体物理学院博士后 奥地利西门子公司高级专家 现任山东威高集团新内耗财产业集团副总经理 十几年来从事心脑血管 介入植入医疗器械的产品研发 从灌脑支架,电生理导管,到脑血管,动脑瘤栓塞以及曲栓支架等都有涉猎 那下面我们就有请于博士我们展开这个讲座 好的 奥地利维亚纳的各位朋友大家好 这个很高兴在有此机会跟大家在这个 这个这样的一个澳中科技交流协会的这个多佬这个论坛上面跟大家见面 我受大馆的邀请来做一个关于我这个 从事了十多年的这个工作这种中间的一个课题 我给大家做一个讲一下这个关于这个介入医学跟这个器械的研发 这个这个是不能够他这个不能够放怎么办 这本来这个是我第一个呢 这个片子呢是有一个有一个动画的一个模拟的一个一个视频 这个呢就是它是一个一直到老血管犯一个这个一个取栓的支架的这个一个整个的过程 很可惜这个这样的这样的共享以后我就不知道怎么个 犯 他就因为是在这里面没法我点了这个评没有用 整个的呢可以看到的主要就是展示一个就是说 在介入过程中所这个整个的一个过程大致是什么样的 那么那么那么介入医学呢 这个现在呢也就是泛水介入医学 主要是在在影像设备的这个监控下呢 经皮或者是经枪通过导师导管 完了将各种各样的介入器械送到病灶的地方进行诊断和治疗的一门科学 现在呢已经可以说成为这个内科以及外科并列的第三大这个治疗手段 很多医院呢现在已经成立了这个就介入科 但是呢介入科没有单独的门诊没有 但是呢基本上是通过各科再转入 比方说如果是心脏方面的问题 那么由心内科转入到介入科 或者心内科基本上大部分有自己的一个一般的队伍这个做介入 神经介入呢一般就有神经外科 那么还有一些其他的比方说肿瘤 但是肿瘤科呢他一般没有 他这个要介绍到介入科去治疗 那么大致的是吧 那么这里边呢主要的就是三个 我再重复一下 那么从下面一个片子呢也可以看到 主要就是那么一个就是机器 那个机器呢现在就是DSA也就是素质捡影血管噪影机 这个呢目前还是主要是三家的产品 在中国广泛的使用 可能菲利普的略为多一些用的多一些 可能那就是记忆还有西蒙子 这是这是必要的一个一个设备 另外一个呢就是导师 导师呢是起了一个一个建立通道的一个一个导向的一个导师 所以叫导师建立通道 因为血管里面有很多的分岔 那么你要想让你的器械能够到到你的病灶的地方 你要通过这个导师把你导引到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先来建立这个途径 那么导管呢是在骑在这个导师上面 从第二步再加入导师导导管 导管的作用呢就是起了就是器件呢在导管里面输送 就是这样 那么它的目的就是整动和治疗 那么这是整个的这个介入一个标准的一个介入时 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设备 还有一些实时的包括监测血氧的这个血压的啊 心率啊等等这样一些设备当然是必备的 这同时这是一般的手术室都是必备的一些器件 首先这个是一个一个动物实验的一个 虽然不是人 他用了动物实验 那么这个是一个一个典型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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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一个一个照影的一个一个一个几个片子 但这个如果不打照影剂的时候 你是看不到这个清洗的血管 那么整个是一片白的 这个你所以说 嗯 做介入这个还是一门技术活 这个因为还算是蛮 呃一个蛮差的过程特别是在通导师的时候 你在通导师的时候你不可能 因为这个照影 照影呢这个当然照影呢这个现在的也说明一下 呃照影剂打的用的太多呢对身体肾还是有有害的 所以不建议做太多次的这个连续的照影 所以说呃一台手术呃这个医生也会控制这个使用这个照影剂 所以说大部分时间医生是在满 这个重用下这个呃这个插入导师 当然导师一般来说是显影的 但是你血管不显影 所以所以这个是一个也是一个技术活 有的有的呃我也我也多次在手术时看 有的有的年轻一点或是缺乏经验的 老也找不到找不到血管 这个导师送不到病道的地方 呃这个确实是呃 好呃这个是一个灵体呃人体临床的 这个我就不介绍这里边的一些内容 主要就是展示一下这个大概的一些这个过程 这个呢像这个屏幕呢呃他是呃在手术室里边有一套 医生可以看另外在手术室外面还有一个监测的 有一个人在手术如果允许的话 有时候通常的病人家属是不让人到这 当然作为我们有时候可以到这可以见到这个屏幕 可以观察这个整个手术的过程 那好了那个总的来说这个介入呢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 设计到血管的我们就叫血管介入啊这个呢包括所有的这个心脏里边的这个心血管啊以及在心脏内部枪式里边的操作这都属于血管血管性的介入你包括老血管啊 啊一直从颈动脉一直到到到炉内到后交通前交通这样的一个在M三段C三段这一上上去这都是血管 另外呢还包括下肢啊就是除了心脏以外那么我们把这个除了脑袋除了心脏以外其他的血管我们叫做为呃周围血管 所以周围血管呢涉及到你的大动脉你的上下动脉以及卡动脉以及到往下的下肢动脉这都属于呃外周血管外周围血管 那么这是一类这是一类一大类另外还有一类呢是飞血管的飞血管呢这方面呢主要就是一些比方说一些这个食道食道癌的治疗 那么这个下这个有那个用插入那个用插入那个食道支架另外呢还有呃这个包括这个呃呃这个肾那么这个也也要肾那么这个属于外周血管 这个还有一些就是这个这个呃尿道的比方说消化道的这样一些 然后还有一些还有一些尿道支架治疗一些旁观炎啊这这样一些的啊 那么首先那个血管血管性的介入呢是血管介入呢这里边呢有很多这个手术的形式 那么大体呢可以分分分成呢这么几项 那么我所我说的这些呢我今天在这里说一下呢主要是这个目的啊也是让大家知道 在我们在这个这个日常的这个这个这个治疗有什么病治疗的过程中有哪些可能的通过介入手术能够进行的 因为介入手术呢前面我也忘提了这个介入手术呢是一个很是一个微串手术 他就是在在比方说在股动脉或者是饶动脉有一个穿刺啊呃 完了插入一个导馆导师那么就从这里可以到病灶的地方 他不需要对于具体的比方说我要到心站在心站来开开胸手术 那么这个是一个主要就是他的特点是这个创三嫂这个而且呢对于年轻的这个 稍微等一会 哎呃黄教授黄教授 呃你你不呃这样的我我这边再开一个 视频会我等会再回复你好吧 好吧对不起好好好谢谢 啊谢谢嗯 呃那么 所以说呢让大家知道哪些方面有哪些可能的关于通过不同于通常的 或者是外科手术或者是开胸手术等等 那么也是通过这个介入的办法这个可以达到目的 而且呢确实是在很多呃等会我也会说到在有在很多有很多的例子 这个介入手术呢这个呃确实是效果也同样的效果也好 而且呢创算很少 特别对于高龄或者是由于各种情况 比方说有一些可能有糖尿病或者有其他高血压 可能高年高龄不不适合于外科手术的这样一些高危的病人 这个有尤其有这个这个优越的这个效果 很好这个好处 另外呢他这个恢复很快 他这个基本上呃几个呃只要压呃呃做完手术 导管拔除以后只要压迫这个呃止血能够这个完成 这个短短时间就可以下地没有问题 好我再回到这个这个方面 那么血管这里边呢包括呢几个方面一个就是心血管介入 这个就是心血管介入呢这里边也是这当然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题目 嗯这里边有这个治疗这个这个心肌梗的 也就是灌卖狭窄这一方面的也包括这个心脏里边的一些关于比方说先天性心脏病 嗯也包括这个这个这个心肌失常啊这个通过通过电伤理导管来进行诊断和治疗 还包括这个这个老年人到80岁以后这是高年以后70岁以后都有 在中国呢是比较有比较年轻的就是心脏半膜的病 这个呢是特别是到了高年在国外这个是半膜病呢是主要的一 也是一个主要的一个一个一个一群这个患者采用这种就是治疗 嗯第二个呢就是灌注术啊 灌注术呢这个主要就是对于缺血性这个在血血管在进行 恢复这个在冲血这个这样的一些治疗 酸塞这个方面呢这个主要就是 主要就是对于一些老动脉瘤这进行酸塞 就是把这个动脉瘤填满让它不至于破裂 另外还有一些动静脉齐形还有动静脉漏 还有一些出血性的血管出血 这样都可以进行把这个进行阻塞 成型素呢这里边呢你们支架素这里边 包括里边那个血管介入这方面啊 另外下降静脉氯气呢这是一种植物素呢 这是一种一种防止这个 由于很多人在下肢产生容易产生血酸 结果回到这个心脏以后啊 这个会打到这个肺里面去 那么会产生肺动脉酸塞 这个样呢就是可以是致命的 所以这个呢是一个把酸塞 把血酸的挡住这样一个过程 那么这里面还有包括取酸的 这个刚才前面说的 我说过脑里面有心脏的血酸 也就是说刚才说的包括 你的肺动脉里面有血酸 直接或者从心脏血酸跑到脑袋上去了 这样的取酸的这都是包括 另外呢还有一些就是在手术过程中 还有一些取异物 这样异物呢也包括比方说取食啊 这个取手术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啊 把这个手术器械取出来啊 这样有一些这样的一些过程都有 但是我这是在那边呢举了几个例子 这就是几个 一个是这边有一个是灌卖噪影的啊 这边呢靠最右边呢 这个就是典型的一个色名消毒 你看着这里边这边右上角 这第一个这里面放了好几个电视频导管 就治疗这个虚拟失常 以及防畅这方面的 下面那个呢 左下边呢是一个球囊的扩张 我不一一说了 这里边呢还有心脏 放这个分堵器 这个先天性心脏病 由于这个小孩在母体里 这个出生以后 这个原来在母体里面呢 他是通过母亲的心脏来供血 但是呢是经过小孩的这个心脏 他他里面是有个有个开口的 有个有个小洞的 这个这个在出生以后啊 按照理是他是自然的会在短期 期间呢会这个愈合 但是呢也有就是不能完全愈合的 那么这就是先天性的心脏病 这个呢就是把它堵上 这个由做各种各样的一个分堵器来进行 好了那个具体来说呢 我下面呢稍微就是 讲解一下这个酸衰的这个一些一些做法 酸衰呢这个目前呢 主要有怎么个有这么个主要的这个原因呢 是要使使这个血管呢 要发生希望它发生避塞 或者是让它血液阻止供血 达到治疗的目的 这里边呢经常用到的呢 就是我们涉及到的 这个可以举个例子 很好的一个一个实例 这个我也是亲眼见过 见到也整个的过程 我也是跟踪的 这个就是肝癌 那么肝癌在这个过程中呢 以前呢都是进行包括化疗啊 以及包括这个药物治疗啊 这个这个所谓的PD-1 这种这种免疫治疗 那么这个都是一些作用 但是呢目前看来呢 我经历过的一个例子呢 是通过介入治疗呢 是一个起到很好的作用 可能是它呢 这个总共的这个病人 经过三次的这个介入治疗 这个就是它就是通过 把给给这个肝 这个供血的这个产生 那一块产生这个有肝癌的 那一块的这个这个动脉呢 把它堵杀掉 不让它阻断 不让它供血 那么经过三次以后呢 它原来的整个的面积呢 是肝的 癌的面积呢 大概是在肝里面呢 差不多是占了60%到70% 经过三次 三次介入治疗 但中间有一段的间隙 这个最后呢 这个癌这个细胞呢 这个减少了 百分之差不多70% 现在大概百分之 还有百分之一二十的 这样的这样的水平 那么所以可以可以看到 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例子 它整个的过程 每一次做手术过程 也就是半个小时到最多一个小时 不用 而且回到病房 基本上没有任何其他的 这个病房症 上下地上厕所 这个基本上没有问题 主要就是等这个压迫血 这个网好了以后 基本上没有 可以马上出院 这是一个 那么这个里面呢 主要就是也有这么具体的 双塞的办法呢 有很多 也有用这个 用所谓的双塞剂的 这是其中的一个 那我就不一一介绍这方面 当然是有一种叫做明胶海绵 也是一种 但是但是有的是可以吸收的 另外用的 现在用的比较多的呢 我刚才说的这个情况呢 这个就是用的这个弹簧圈 就是这个图下的最后一圈 带切毛的弹簧圈 这个呢可以很好有效的 这个阻断血流 放在一定的位置 这个这是这样是一个一个例子 应用呢 这个方面刚才我做的这个 我就不详细说了 这个这用用的方面 非常非常广泛 这个包括卤外山引起的 这个血管 血管的这个流血 把它阻断 不让它出 不让它继续出血 刚才刚才说的这也是 包括动脉瘤 包括动静脉痘 那肿瘤刚才我说了 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 另外呢还有一些战器的一些 这个 这个 在这个手术过程中 这个进行这个阻断 切除以后 这个呢是一个炉 当然了这是一个 但这个一个是一个 也是一个栓栓 但这个就跑到 是另外一个例子 就是 就是脑动脉瘤 脑动脉瘤呢 就是产生的原因呢 这个很复杂 而且呢 最重要的 最要命的呢 是脑动脉瘤呢 不容易探测到 你也可以 很不容易 察觉到 那么动脉瘤 一产生以后 你看 它这个 这个是手术前 这里有 你看 它是一个 有一个 突出的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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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流 它 这个流呢 会随着 时间 是越来越大 如果不治疗的话 这地方就会破裂 所以时间 越来越薄 这个流 血管壁越来越薄 最后就破裂 脑溢血 那么采用的办法 就是 用 用弹弯圈 这个弹弯圈呢 是由 由博物合金做的 非常柔软 主要就是 采用的办法 就是把它填满 你看 右边 这个 这个动漫瘤 就不显影了 看见没有了 你再 再进行血管 噪影 它就没有了 那么这样的话呢 它是通过 有个 即刻 就可以达到 很好的效果 还通过两三个月以后 完全的 细胞在爬幅 那么整个的血管 恢复原来通畅 是这样 在没有 这个血管 这个流里面 不会再进血了 也不会再扩大了 这个是一个 另外一个 隔音肝癌的一个栓栓 这也是 可以载药的 这个 当然 通过 通过栓栓 也可以 加入一些 这个 这个 一些 一些药物 把像的化疗的药物 在这个过程中 也可以起到 这个 治疗癌症的 这个效果 那么这个里边呢 是 这次又是 包括它的 另外的一些 使用的 这个 病例 这个是一个 你看 第一次治疗和第二次治疗 你看大片的 这个 癌症的 这个 这个整个的区域 这个 你看 这是第二次治疗以后 这个结果 这个是一个 这是一个核子公正的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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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图 这个是 数前跟数后 这个 这个 CTA的 影像结果 可以看到 第一 数前 你看 这个癌细胞 这个 面积 你看到第二 一次以后 你看减少 第三 第二次以后 第二次以后 三个月再复查 那么 这个 癌细胞的面积 更 大的减少 好 下面我再 说一下 血管成型 血管成型呢 这个实际上就是 所谓的 就是 指的就是 用导管 用球栏的办法 把原来 必塞的 这个血管 进行载通 这里边呢 可以用于 动脉 也可以用于 静脉 这个 有很多的例子 这个 这个很多 情况下 这个里边 当然 从这里边 有发展历史 那么最早呢 是 因为 最早 这个实际上 球栏成型 这个 可以说是 最早 这个 几十年前 就已经 开始被人 这个美国 医生就 开始这个 发明了 这个 这个技术 后来 关于 用到 挂卖支架 上面 这个 用 用支架 就是 长期的 因为 球栏成型 以后啊 他血管 还有个收缩 回缩 这个 时间 那么 这个 那么呢 这个后来呢 又不逐渐的 又用 金属支架 来代替 那么 金属支架呢 刚开始呢 是裸支架 那么 有个问题 就是 很快的 形成血栓 这个 血栓 形成率 非常高 30%左右 那么 最后呢 又在 找到 它的原因 那么 为什么会 因为你这个 放了支架以后 包括你 球栏成型 这个扩张以后 它这个 血管 内膜 会 撕裂 那么也就是说 就会有 炎症 那么这个 炎症呢 需要 你要 没有消炎的 这个 不消炎 那么它就会 过度增生 那么血管 又再狭窄 那么后来呢 第三代的 就这个 这个 血管 成型素呢 就加入了 在支架上面 形成了 用了这个 药物 那么 普遍来说 用的比较多的是 这个 雷胖米素 这个 是一种 消炎药 那么也有用 这个 紫三醇 那么紫三醇的 这个 这个毒性的 更大一些 那么 最新的发 最新的发展呢 是用 球栏 在球栏上面 再投药 这样呢 就是 也是在 就是这个 这个 所谓的 介入 无植入 就是说 这个我 通过介入的办法 但最后 无栽体内 没有 没有任何的 这个 遗留物 那么达到 治疗 这个 这个 的目的 那么这里边 也包括有各种各样的 这个一些 一些办法 那么 这里边呢 一个是 刚才说的 一个是 支架 球栏 还有机关的办法 就是 还有超生的办法 主要就是 这 主要 另外还有 玄切的办法 主要就是 去里边的 去帮块 去 去 这个 周 周样 帮块 这些 以及 概化的 帮块 等 应用呢 这个就是 很多了 我就 因为太细的 我想 我主要的 目的是 把这个 有哪些 可能性 哪些 治疗的 方法 那么 具体的 这个 我就不多说了 这里面呢 主要的 更多的 用的比较多的 我们常见的 有这么三个方面 一个就是 颈动脉 狭窄 这个颈动脉 狭窄的 一般来说呢 是在你 这个颈部 这个地方 这个经常 你会 有时候 会感觉得到 会引起 你这个头疼 你要是 这个血管狭窄 头疼啊 这个 等等 这是一个 另外呢 就是刚才说的 灌 灌 动脉 这个 成型术 这些 我这个时间 我尽量 快一点 跳过一些 好吧 不耽误太多时间 具体来说 这里边呢 我又分了 关于 支架植入术 这里边 支架植入术呢 主要主要是呢 是通过 穿刺 导师导引 导管 建立路径 完了把 支架 现在目前呢 就是支架呢 风味 主要有几种 一种呢 是这个 编织层的 这个支架 还有呢 就是 有机关雕刻的 一些 这种碗状的 血管支架 啊 那么 刚才我实际上 也说到了 这个 如果 如果按照 按照形式来说 有这么几种 一个就是 球栏 这是一种 第二个 就是球栏支架 这是一种 另外一种 就是自膨胀的 就是我不需要 球栏扩充 直接 我在病灶这边 一打开 它会 这个支架 会慢 自己膨胀 在你原来 在体外定型的 那样的尺寸 这是第二种 第三种 还有一种 就是带腹膜的支架 这个主要就是用在 大血管 动脉 大血管的动脉瘤 啊 这个可能你们也听说到 有的 这个 经常有一些发生 比较年轻的 这个 好好的 突然一下 这个大动脉 都出血 都与动脉瘤破裂 这个根本就有 跟 比心脏和这个 老血管出血 更没有办法救 这个太快了 这个基本上就 没有 没有办法救 啊 但这个 这个 呃 几手的 所以说这个支架的一个手术呢 基本上是 在 15万到20万之间 这样一个手术啊 第三个就是药物支架 刚才我已经提到了 我就不多说了啊 而另外呢 最新 最近最近几年 这个大家也听说了 肯定是 这个 最先由 亚培公司上市的 这个 聚活物的 可 可 所谓的可降解 或者叫做 可吸收支架 这个我们公司呢 在国内呢 也是 呃 今年呃 去年5月份 呃 已经 获得了 上市许可 这个 就是 它是一个聚乳酸的 啊 这个 目前的降解的时间 主要 主要就是它在 这个很好的一个理念 就是因为 就是说 我在 这个植乳之下以后 这个 这个 因为细胞扒幅 也就是6月到 到一年 就基本上完成了 那么血管也 基本上恢复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呃 支架的作用 已经是 没有作用了 那么这个 这个支架 如果能够 降解 从二氧化碳和水 通过新能代谢 排除掉 那么这样的话呢 对于支架 对于 特别是对于血管的 恢复 血管的弹性 它的那个 会有大有好处 所以说呢 这个 目前 能做到的 这个 生物可降解支架呢 现在还是 虽然这个 亚培已经 就是撤回了 下市了 但是国内呢 现在目前从去年开始呢 已经有两个产品 就是一个是北京的 洛普 另外就是我们 维高 旗下的 我们公司旗下的 一个叫华安 这个 伸手 支架 目前的主要的问题呢 可 可降解支架的主要的问题 就是 它有两大类的问题 一个就是 它的那个 因为是一种 类似于塑料 那么 它目前的 这个 镜像支撑力呢 还是 没法 做到 就是支架 没法做到 像金属那样 做到 很薄 目前 金属支架呢 可以做到 最低 可以做到 目前世界上 德国的一家公司 现在做到 68个微米 那么 这个 我们现在 我们 我们维高 另外还有一个支架 就是金属支架 我也在管理 这个 这个我也在做 这个 这个是 我们现在目前呢 是做到 小于80 那个我们第二代 嗯 70几 呃 这一款 生物和支架 支架呢 包括我们 我目前国内的 这两家呢 一个是 大概是170 170微米 呃 我们 Senseop的支架呢 是150到160个微米 那么还是比较厚 因为你的血管 这个 在血管 这个两到三个毫米 直径的这个 这个 这个这样的一个血管里面呢 它相对来说是 是还是厚 这个厚呢 会引起呢 这个学校容易引起 血小板击击 所以说 这个 但这个支架呢 在 目前的最新的结果呢 是在三年左右的时间 就是完全降解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以后呢 可以不再 不需要再吃 这个砍血小板 这个药物 嗯 好了 呃 另外还有应用呢 主要就是 关于动静脉的 呃 动静脉的 另外还会 实际上就是外周血管 外周血管 刚才我也提了一下 关于这个主动脉的夹成 以及 以及主动脉瘤 以及腐主动脉瘤 这些病 还有一些静脉的 目前目前为了来说 我们在静脉 所做的这个治疗的 期间呢 还比较少 还是上代开发的一个领域 但相对来说呢 也可能是由于这方面的 病例比较少 嗯 但是 在对关于 在主动脉 这个病的 刚才我前面已经说过了 实际上 这个还是比较多的 这个 而且是 这个来的 来的很突然 呃 致死率非常高 啊 刚才说到的 包括抚摸支架 我等会 在有实物的地方 我可能会 我后面有 有例子 关于研发的器械里面 我会展示这方面的产品 这个 也是我在这边公司做的 啊 这个就是 你看 这是一个主动脉工 看见没有 这个是 这个呢 你会很好的 他那个 是一个 是一个主动脉夹层 夹层是一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个血管 已经分层了 简单的说是分层了 那个血流呢 这个分层以后啊 他在这个 在这个 有的血啊 通过这个 通过这个夹层走了 不是在他的针腔走 在他的夹层里走血 那么通过 这样的 或者越来越冲刷呢 他会破裂 成为失恋啊 那就会造成 抽血 那个这个基本上 就是没得救啊 那么 采用的办法呢 就是 在支架上面 有一层 这个 或者是用一种 理论布 或者是用 用这个 PDF1 和EPTFE 最似乎以锡 完了 存在一个支架周围 那么 起了一个隔绝的作用 完了 放到这个 编造的地方 把这个 把这个扩开 完了 把这个夹层的 这个挡住 就是这样 右边就是 已经放了一个支架 这个 这个 这个支架的大小 可能是很大了 一般都是在 30毫米 到40毫米 左右 这样的一个 支架 长度可能 可能达到 这个 从这个例子 可以看 这个支架 也非常长 有个 有个 七八十 这个 长吧 七八厘米 至少 不止 好 现在我们 刚才是 讲了一次 基本上都是 这个 心脏 以及外周的 那么现在我们 讲到 脑血管 脑血管 主要就是 两类 初中 主要就是初中 那么其中是两类 一类是 缺血性的 缺血性的 就是由于 这个血栓 这个 阻塞了 这个 脑血管 造成的 那么 那么这个呢 就是 脑血管 这个初中呢 它跟心脏 有些不同的是 心脏 心肌感 强求及时 这个 这个血管 再通 马上恢复 这个人 那个照样 没有任何问题 这个 不会留下 任何后遗症 但是脑血管 它不一样 脑血管 它只要短时间的 没有血 这个 这个血管 组织 那个 这个脑的细胞 就是 会坏死 坏死呢 它没有 它不可立性 它不可能 不可立性 所以说经常看到 造成的 这个 由于中风 留下的 这个 当然有的 就干脆 不及时的 那有可能 这个病忙 那么其他的 造成一些 这个 这个 其他的一些 这个障碍 语言障碍 这个 这个 其他的手 肢体的障碍 等等 都有 好像是视力 听力 等等 都有 所以说这个 取栓 这个 是一个 也是通过 那么过去呢 这个 这个办法 基本上没有什么办法 只有 就有在 就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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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发作的时候 如果 送到及时 马上进行开乳手术 这个 这个把血管打开 把这个血栓取出来 那么这个 开乳手术 那 显微手术 它是在 超 在显微镜 高分 大分辨率的 这个倍数的 大分辨率的 这个显微镜下 进行这个 这个手术 这个非常仔细的 一个手术 这个也非常 耗时的 风险很高 那么通过 介入的办法 那么来 来进行取栓 这个呢 已经现在成为 一个非常 一个 目前呢 是一个非常 这个实用 实用 而且一个 很 手推的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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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规的 一个 一个 一个手段 另外呢 还有一些 其他的一些 包括 手术 引流啊 这个 这样 刚才说的 刚才是 血管 那么非血管呢 刚才是 举的这些例子 那么 包括进行 要测试啊 进行活检术啊 一些 引流啊 等等 另外呢 还有 当然 还有一些 骨科方面的 资料 也有 用于 这个 微畅的办法 比方说 这个 进行 这个 骨头的裂缝呢 我最近 有 有个 清楚 他这个 这个 搬东 抬东西 不小心 伤了 骨 这个 刚开始 以为 就是扭了一下 结果 发现了 这个 骨的 这个 裂缝了 完了 去了医院 做一个微串手术 打骨水泥 第二天就好了 这个 马上就下地 马上又要回家 就可以回家了 这个 几个星期都不见好 贴膏药啊 以前都是这样的 那么这个 等等 这个 介入手生 已经 现在已经 已经 已经非常普遍的采用 设计的面 非常广 刚才我 我也 伤了一些 很多例子 我就不再 不多说了 有些我也不是很熟的 所以 我就 不做 讲解了 好吧 这个是一个 关于 胆道 狭窄的 胆道 咱们知道 咱们 这个也是一个 长发病 除了胆道 这个结石 和胆然结石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胆道狭窄 就由于很多 很多这个 泥沙 阻止的 那么这个也是 有一个 放一个胆道支架 进去 把它扩开 保证 让他的这个胆脂 顺畅的流动 这还有很多 我就不去 不举例了 那么 我说了这些呢 就是 一个是 让大家熟悉 有知道 有这么回事 这个 在你这个 在万一 遇到这种情况 知道怎么去判断 才有 都有哪些可能性 它的一些 它的原理是什么 这个用到哪些器杰 这些 下面那一部分呢 我在讲讲 我看还有多点 已经 我再讲讲 医疗器杰的研发 我也 这个就是 也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吧 稍微 不详细了 那么首先呢 中国的 这个 器械呢 这个医疗器械呢 是 有系统的 这个医疗系列的法规 和法令 那么 有的是通过公告的形式 有的是叫指南 或者是叫 或者是公告 或者是法令 这样的 包括主席令 等等 这个都有 都很多 具体呢 像这个网站 可以查得到 这个具有哪些 它涉及到呢 这个 法令法规 它涉及到 整个的 一个就是 这个 医疗器件 它是怎么分类的 它是怎么分类的 目前呢 类似于欧盟 有欧盟稍微仔细一点 有一个 我们国内呢 就是一类 二类 三类 欧盟有一类 二A二B 再三类 三A三B 这样的 这样的分类呢 它就有一个管理的机制 所以 首先这是分类 另外就是 规定了 你是许可 你什么样情况下 什么样的器杰 要经过哪些手续 才可以注册上市 可以销售 也就是许可 另外规定了 你的生产 应该符合哪些 指南体系 符合哪些要求 你才可以销售 可以生产 另外销售 要满足哪些条件 这个 对于销售人员的 这个培训训练啊 培训啊 创处啊 等等运输啊 都有 最后一个环节 就是在医院 也有 也有严格的要求 你这个器件 要在什么情况下使用 如何使用 啊这个都是 有严格的法规 和要求 另外呢 作证 这里作证讲一下 那么刚才说了 分类 分类呢就是 呃 大致是这样 这一类是由市所所所所在地的 这个市政府相关的这个呃 也就是这个机构 政府机构就可以备案就可以了啊 第二类 是要在审审相关的这个部门进行申请 进行注册 审批 第三类是最高风险的 那么由国家进行监管 由国家进行注册 生产许可 以及经营许可的这个批准 这个是三类是最高风险的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所有这些法令和要求 对于你 医疗器件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有严格的控制 那么它体现在 首先 你这个产品在注册的时候 要在注册之前 你要有这个全性能检测 这是要是第三方的 也是国家认可的 这个行这个检测单位 做全性能的 也就是形式检测 那么要对你这个产品 进行全面的全性能检测 同时 对于动物实验 有严格的规定 哪些产品 这个对于三 我这里指的是三类的产品 哪些产品 需要经过动物实验 做哪些方面的动物实验 另外 对于人体临床 那么哪些产品是可以免临床的 那么有一个 国家有一个免临床的目录 哪些产品是要经过临床的 而且哪些产品 是要甚至临床方案 也要先经过 药监部门的 这个审批 审阅 完了才能够开始进行 完了最后 包括你的注册审评 以及上市后的临床实验 都有具体的要求 包括不难 另外呢 就是上市后的控制管理 是 是最近几年 是越来越严了 那么 以后呢 更多的加强的是 不良事件的监管 以及飞行检查 以及产品抽检 这个呢 像我们公司一年 这个 我们这个 灌卖支架 我们 去年 我们 国家搞了几彩 那么 我们是 第七名 这个进入国家几彩 这个 就是价格上第七名 755 那么 他为了 也怕这个价格是 只有以前的 可能只有以前的 十分之一 可能还不到 那么国家呢 也怕出这个问题 出问题 目前呢 对这个呢 价格是低了 那对 要 但是呢 还要 还要更加的严管 那么 市里面 每年 两次 省里面来检查 一年 不少于两次 国家 不少于一次 这个产品抽检 也就是说 实时的 给你的产品 管理 把你的产品 拿 他们来人 拿的产品 到检测所 任何的检测所 去对你产品进行 某几个方面的进行抽检 检查 看是不是符合你的 你的技术要求 符合你的 你上市前的这个规定 所有的技术指标 能不能够达到 这个 这是 这是这方面 那好 除了这个 法令法规以外 那么 对于 医疗行业 对于各种不同的产品 不同的 这个器件 都有 涵液标准 这个的具体呢 在网站上面 也都可以查得到 这是其中一个网站 具体来说呢 不单单出来 涵液标准 在底边呢 你可以看到 可以具体的查到 这个 对于血管 比方说 血管器械 那个产品 它会具体的要求 那个每一项 你要做哪些测试 你的具体的 哪些指标 要达到某一种 什么样的程度 也都有 具体的 都有要求 比方说 支架 植入的体内的支架 要求要达到 10亿 10亿 4千万次的 这个 这个 这个疲劳实验 也就是 也就是 模拟 10年 使用 那个心脏跳动 这个脉搏 次数的 这样的 疲劳实验 这个具体的 实验的 实验的方法 都做了规定 另外 此外呢 就是 对于 在 某些 大多数 都有一些 具体的 在行业 就是 在 主要在 医事行业 都有 临床的 指南 这个产品 实用于 什么样的 实验证 它的标准操作 是标准操作 规范是什么 SOP 是什么 等等 都有 那么 你们 我们在进行 研发的时候 都要符合 这些 法令 行业标准 以及指南 去做 你才会 不走弯路 医疗器件 是一个 那么 我们 国内呢 经过这么多年 医疗器件的发展 也非常迅速 但是总的来说 我们 这个 国内的 创新的 这个 器件呢 还是很少 但我说的都是 就是 我说的创新呢 是 这种 史无前例的 突破性的 比方说 这个 介入的 介入手术 能够想到 这个 通过穿刺 加入导师 通过导馆 导航 完了把器件 送到 并造的地方 这个就是 像这样的 就是一个突破性的 但具体的 某种器件 某种器件 比方说 使用支架 这也是一种 但 很多国内的 我们目前的 都是还是 就是说 在原来的基础上 这方面的 美国是发展的 很好 但是 可能也是 因为 我觉得可能 还更多的是 这个 因为 美国的 这个 大多数的 这种 翻面窗 来自于医生 而他们的医生呢 很多呢 是因为他们 有学工的 要求呢 学工 完了再学医 所以他们是 医和工 是两者 兼备的 不像我们 我们学医的 就学医的 学工程的 学工程的 学材料 学材料的 跟医不搭建 那么 创新呢 确实是 是一个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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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 特别在医学期间 它是一个交叉学科 它涉及到 你要对 对医学 药学 充分的了解 解剖学 了解 同时 你要有 材料科学的基础 不管是 金属材料 还是 还是聚合物材料 另外呢 你还有 对于一些 这个机械的 自动化的 你希望 这个设备呢 当然我刚才说的 这些介入 介入呢 比较简单的 我都 都是相对来说 当然 比较复杂的 你包括 包括这个 起波器 那么它就涉及到 不单单涉及到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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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一些材料 那么它 还涉及到 当然还涉及到 这个编程啊 还涉及到 压力传感器啊 等等这些 自反馈啊 的一些功能 那么这些都是一些 包括结合 机械 结合自动化 结合电子 结合软件 同时呢 现在的 也更多的 现在很多 很多穿戴的 远程的医疗 也都 出现了 那么也结合呢 物疗吧 所以说医疗器件呢 现在是一个 非常 这个复杂 这个交叉学格的领域 要做好一个 很好的一个 这个创新呢 需要 需要兼备各方面的知识 当然可以不同的人员 所以说呢 一个团队的 团队的这个 这个作用 非常非常重要 我这里 研发的流程 一个产品 细节研发流程 那么这里 我不 不详细介绍了 这个是一个很 很复杂的一个 整个的一个过程 大致呢 可以分配几个过程 一个就是 首先你要 根据企业 都是对 这个 首先 我要知道 这个我有没有 这种 公司有没有 这种这个技术能力 做这个产品 另外再考虑到 就是市场的规模 这个 我做一个产品 我的 我的市场规模 有多大 这个 我这个 投入需要多少 我多少年能够 上市的价格 是什么个情况 我一年能占到 这个市场的 这个 份额是多少 我的年收入多少 我几年能够回本 再等等 那么这个 是一个完整的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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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发流程 具体来 着重来说呢 主要就是有 几个 几个方面 第一个就是 通过那些 立项 那些手续以后 通过市场 技术分析以后 那么开始呢 就是第一个 就是研发的输入 研发输入 这里边 包括你的 你的设计的理念 你的 你的 结构 你的所 选用的材料 等等 那么 进行 粗型样品的 这个设计 完了以后呢 就是这个 就是验证 测试功能 功能的验证 测试 那么这个有 不同的一些方法 包括机械的 物理的 还有一个血管 就是体外的 模拟的 等等的测试 这些 我这里 详细的 讲一下 这个几个重点 第一个 刚才说的 就是 设计输出 设计输出 这里面的 主要就是 你要 首先你要拿出 一个东西来 我先要看看 是好 是坏 先把它做出 一个 粗型样品来 这个这里面呢 首先呢 你要 要 要 要进行 材料的选择 我是 根据我的 产品的用途 我是选择 金属材料 还是选择 非金属材料 和聚合物 我是选择 金属材料 我是选择 制盆栈的 选择 还是普克 合金的 我是选择 通常的材料 还是可降解的 这是 首先是一个 你要确定 另外的是 我这个产品 结构是怎么样 进行优化 完了进行 同时呢 在整个过程中 涉及到的工艺 进行确定 完了 接下来呢 就要进行 性能的确认 以及 第二个节点 重要节点 就是动物实验 通过动物实验呢 它可以 特别是 因为这个 一般来说 都是 我们都是 请这个 医生 来操作 在 来操作 那么 那么通过动物实验呢 可以很好的了解 你这个产品的 首先第一个 就是操作性 是怎么样 另外呢 模拟 那你要选择 一定的 这个动物 那么你可能要 进行 这个 这个 到底这个产品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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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效性 安全性怎么样 那么会产生 什么问题 那么通过动物实验 来进行前期的 一些验证 那么具体的呢 还有 那么有些工作 在动物实验中 你要确定下来 那么包括动物实验的方案 我在 我这个 在什么 把这个产品 放在什么位置 放在血管下面 放在血管里边 什么位置 还是放在皮下 这个 在哪个阶段 我 我进行 这个 宰杀 完了以后 切片 进行分析 哪些节点 这个因为 还要符合 法规的要求 还有符合指南 那么这个 还有含要标准 那么我们要根据这个 来制定 一个很好的 这个动物实验方案 最后呢 咱们还有一些 其他的一些细节 包括 活着活着的对象 基地 这个动物的饲养 那通常来说 像比方说 灌卖支架 一般来说 你要做成一个灌卖支架 一般来说 要做60头到100头的猪 在不同时间 这个手术后 即刻 三个月 六个月 九个月 甚至一年的 这个 部团时期的 这个支架 在 这个体内 血管里面的 这个情况 包括 它原位的 生物相应性 都同时通过 动物实验进行验证 下一个节点呢 这个最重要的呢 就是 就是一个全性能检测 这个呢 就是送到 由 送到 这个第三方 也就是国家认可的 这个检测机构 进行这个 这个检测 那么第一个 当然你要制定 一个完整的 一个产品的技术要求 按照产品的技术要 产品的要求 要 要里边 所有的 这个 所有的性能 物理化学等等 所有 要 要做 做规定 测试方法 是按哪个行业标准进行的 那么 这些行业标准 要及时的更新 是最新版本的 这个行业标准 等等 另外要准备足够的样品 一般来说 包括 生物检测 以及细标毒性 等等 这个物理化学 像一般 这个样品呢 也在 一般 七八十道左右 这样的样品 这样一个规模的样品 进行送检 下一个 比较重要的节点呢 就是灵塘实验 当然 不是每一个产品都需要 临床验证的 那么这是根据产品 那么基本上来说 留在体内的 基本上所有的三类的 全部需要进行临床实验 还有一个 就是 这个 有同类产品 那么有的可以做临床的 叫等同性评价 那么这个是另外的 我就不在这里前述说了 咱们还是 集中这个 那么对于临床方案呢 首先 临床方案 有的 有的产品 临床方案 前面我说过 要提交 国家 要监局 这个进行审定 这是要 另外呢 要选择好的 这个合作的单位 那么临床实验呢 这个 规模呢 一般来说呢 是不能够少于三家 至少 那根据你的 你的 你的这个实验的 周期产团 你希望 你的临床的例数 这个 统计 那么你可能会 一般来说是 10到20家 临床单位 那另外呢 要选择 第三方的 这个 这个临床监督 监察的 这个合作公司 进行合作 他们对 对于临床过程的 这个合法性 这个叫合规性 以及数据的 这个规范性 以及这个等等 要进行 这个进行监察 另外呢 我们自己呢 公司呢 也要对整个过程 要进行 实验的监察 这个 是不是很好的 采用了 这个 这个规范 这个 是不是按照流程 流程是不是对 有没有颠倒 比方说 临床 这个 目前三类器件 在国内呢 多采用 这个 对照 这个 随机对照 那么 也就是说 这个 选一个 以上式的产品 进行一个对照品 完了 自己的产品 作为实验品 另外呢 这个抽签呢 是随机的 那么 所以说呢 这个过程 是不是合规 这个不能是 你做完实验 再来抽签 这个都是不对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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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都是要 在这个临床过程中 要进行监督 这个 核查的 好 最后就是 临床的收集 这个 收集要把 有数据很多 要进行分类 归纳 分类 然后进行统计 然后报告 这是 这是 那么整个来说 根据我的经验 就是在医疗器械 这个方面 特别是需要临床的 医疗器械 基本上研发的费用 整个过程的联合费用 大概临床的费用 占80%到90% 这个前期的 这个其他的一些动物实验啊 包括 前期的 这个 这个 公益验证啊 这个性能 全性能测试 这些啊 都 都跟 临床来比呢 是小屋加大屋啊 嗯 这个 最后一个 节点呢 就是一个注册资料的准备和提交 这里面呢 嗯 嗯 我稍微列举了一下 这个首先就是一个产品中述 要 要写得很漂亮 那么提交的几个 几个报告 形式检测报告 第三方 动物实验报告 临床实验报告 另外就是 另外就是 这个灭顶的实验报告 报 报 包装验证的报告 有效 有效期的验证报告 使用说明书等等 这些 只是一打子啊 递交 好 那个 哎呦 稍微过了点 过了些时间 我就快速的再过了 我具体的 讲几个 产品 一些细节 那么 比方说 导师 看起来导师说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东西 是一个 主要就是一个 一个新丝材料 另外这个表面的 还有一个表面的不同的材料来做成的 这个 按照不同要求 做成的 包括有弹方圈 或者是涂层 清水涂层 这个 特浮路 特浮路图层 等等 这些呢 主要就是 呃 导师呢 主要是要加拿 既要好的流转性 还有好的通过性 和柔顺性 啊 所以 它的表面也很重要 是这样 这个是 呃 一个基本的结构 大概 大概是这样 那么根据 因为导师用的很管 不单单 心脏有用 外周血管有用 脑血管有用 外周的 包括下肢 各个 这个资料 这个这个手术 那么不同的手术 不同的要求 啊 所以这个 导师的品种 非常之多 啊 第二个呢 我就讲导管 导管呢 是通常呢 是用来 输送器械的 那器械在这个导管里面走 当然 我 我这里举的一个例子 是用来 主要是用来 做做挂卖的 那么 它的导管呢 一般呢 就是 6F 7F 也就是说 就是三毫米左右 直径 啊 那么它 这个导管呢 这个 它不是 它是一个 因为要在里边 要流转 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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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 弯曲的并变 所以它 有几个要求 一个是要 有一定的可视性 另外 有一定的流转性 另外呢 还要有抗折性 那么 由于这些性能 决定 那么它不单 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一个 一个 一个塑料管 它是里边 采用了不同的 这种 这种 这种金属碗结构 或者是金属的 这个弹环的结构 在里面 夹在里面 一般来说 这里边有很多层 我下面有一个 我看下面 我是不是包括这个 没有 那 它里面 一般 有 里面有一个 PDF图层 是超滑的 另外呢 里面再加这个 这个抗折的 这个金属碗 好 外面呢 还有外面层 至少 一般来说 四到五层 这样的一个结构 所以 还是很复杂的 对 下面呢 我讲一个 简单的讲一下支架 支架的原理呢 大家都知道 就是一个 切成一个 碗结构的 但这个结构呢 是 它的 因为在血管里面 它有很多是弯曲的 所以你要 一定的通过性 又要 又要有一定的支撑性 它怎么能够通过 那有的是 支架分成两大类 可以 开环式的 一个闭环式的 开环式的呢 它就是说 上面一个 一个包 这一横 跟下一个 是没有连接的 有的是有连接的 我这里 举的呢 是有 都是有连接的 就是 当然它不同连接的 包括 刚才前面 我说的一个 附模支架 那种呢 比较大的 那个有开环式结构的 它是通过 它是每一个环 是通过外面的 附模 把它连接起来 那么 支架的好坏 它这个结构 还有这个 它的这个金属面积 它是跟这个 金属的结构有关 我这是 我不多细说了 啊 那么 取 取酸的支架 啊 这里面 介绍一下 这个我们 我们 这个产品 已经 开始进入 临床 啊 它的结构呢 是我们 是一个 三段式的 主要就是 这里面主要 就是 一个就是 要有 捕捉这个 血酸的能力 第二个重要的 就是 它要有一个 这个 不会让 血酸 逃逸的能力 也就是说 我 做成 三节式 我从第一节 扑捉 扑捉以后 我掉了 我在第二节 再扑捉 所以说 采用一个 多段式的 啊 这样是 这个 结构 当然有很多人 不同的理念 不同的 做法 完了最后 把它拉到 一个导管里面 完了一起 带入体外 这是 血酸 这是 取酸支架 这一个 基本的一个 结构 刚才我前面说的 这个 扑捕支架 在这里 这个完全就是 你看 这个可以大小 尺度 可以从 从十几 十几毫米 到 五六十毫米 这个 这个支架的 直径 同时 这个地方 我的右手 右手边 这个图 这个是一个 在 是一个 浮主的 一个动脉流 那么这里放一个 戴裤杂式的 一个 一个这样的 一个支架 另外这个 在 腿的 这个地方 还可以 再加 接 接腿 这个 这个下面 放大的 这个 这个呢 是一个 主动脉弓的 这是一个 凶主 凶主的 一个 粉膜支架 这个材料呢 是 涅塌合金的 膜呢 是 这个 玲珑的 好 这个是 强氧密力气 刚才我说的 这个 也不同的结构 有各种 不同形式 它是要放在 这个 这个 渗动脉下面 一点点 在这个 这个 静脉 下强静脉的 技术 来起到 阻止 血栓 挽回 流到 心脏 心脏 这个过程 这就是 所谓的 枪结脉 力气 有不同 结构 这是我们的 一个结构 我放在这 这个 它主要就是呢 还要能够取出 这是带 螺酸的 我放了几天 十几二十天 以后 起了效果以后 包括 有一些 习惯性的 出血 包括有一些 Lady 这个 这个 生孩子 那么这个 有可能会产生血栓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 进行一个 血栓的保护 这个还包括一些 做骨科的一些手术 还下肢的一些手术 就可以 这个 做预防血栓 跑到肺里面去 那么肺再到 到脑袋去 等等 那么这个 这个下面这个图呢 这个是一个 用完了十天 二十天以后 还可以 把它套了 抓出来 再拿到 拉到导管里 把它一起 再带出来 再取出来 是这样 那好 我的 整体的 啰嗦的 就到这里 谢谢 稍微 抄了点时间 好的 谢谢 好的 谢谢于博士 我看到 那个留言区 大家有一个问题 其他人 也可以有问题 可以随时问 留言区说 支架 那支架方面 国产和国外的差距 有什么 有什么差距 有没有分一般支架 特殊支架 医生总是要问 国产和国外 然后家属 好好好 现在 现在这个 国产支架和国外支架 基本上没有 没有区别了 当然 当然也是 国内 基本上也都是 反正也是一个 模仿 稍微做了一些改进 现在国产支架 现在占到70%以上 接近80% 这一次 按照现行的 这个集采 现在原来 进口支架 要比国产支架 要再贵个50%左右 这里边也有 可能你们也知道 这里边也有不同的原因 在中国是可能贵 到院的价格高 可能反而更有好处 这个细节咱就不说了 现在通过集采以后 现在全部在一个范围内 包括 这次 进入10个大名单里面 这个供应商里面的 雅培 还有 雅培 还有波士顿 也就只有两个产 只有两个产价 那个价格都是 按照国内的一样的 他们 波士顿的好像是 雅培的好像是 比我们 比我们便宜一点点 波士顿比我们贵一点点 现在都在 最便宜的 现在目前国内 最便宜的是469 最贵的是 798 特殊的支架呢 现在特殊的 现在也有几种 这个 现在主要就是 关于可吸收支架 现在 现在分可吸收支架呢 现在分两类 一个就是聚活物的 是主要以聚乳酸为基础的 现在国内 现在有两个产家 上市 已经在 上市在销售 一个是北京洛普 一个是我们为高的 这个 华安 新手 现在金属可降解的 现在很多人都在做 主要集中在 美合金支架 和这个 铁机支架 美合金支架呢 这个包括德国的 百多利 已经上市了 2016年 但是 目前呢 效果并不好 没有得到 广泛的使用 这里边可能 跟 因为这里边 还涉及的 包括国内的 这个可降解支架 现在目前也没有 优于亚培 这个几年前下市 有一些 有一些反应 这个主要就可能 还是一个 聚乳酸的降解物 还有一个就是 这个 它这个不太适合于 一些小血管 还有一个偏大的血管 它这个 它这个中等血管 还有一个 一个是比较简单的 并变 不太弯曲的地方 这样的话呢 它是有好处的 因为用了以后 它在三年左右以后的 这个 这个可以降解 金属和降 降解的支架 目前还没有一家 这个拿到证 这个很多人 已经做了很多年 这个百多利是做了 十几年 2016年 拿到证 但是呢 也卖的并不好 是这样 好的 谢谢 其他人还有问题吗 于博士 我这儿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一朋友 他 就是近期的 也是近期的情况 他出现那个肠梗肚 因为他癌症 癌症之后 这个 也算一个后益症吧 就是肠道不太好 然后出现肠梗肚的情况 对 然后他 就是说 我看到我在网络查到 我们那个介入治疗 也可以治疗这个肠梗肚 比如插入这个肠梗肚的导管 然后 那我想问一下 就说这个 因为我们作为病人不知道 就是医生他是怎样去选择 这个治疗方法的 因为他 比如就觉得很简单 这个肠梗肚这个病 他有很多治疗方法 那医生具体应该在 什么样的情况去选择 对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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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介入的这个 介入治疗的这个 普遍的采用 当然这里面还是有一些 各个科室跟科室之间的 一个 无形中的一个墙 你包括 包括老血管的一些病人 一些病症 他有的 他这个 他不会想到 通过介入的办法 去来进行治疗 或者说 前期的进行治疗 或者更早的进入干预 因为 因为这个 需要 当然有的医院 他们现在 建立一些 所谓的这种 叫联合 叫联合 联合专家门诊 这样的话呢 他有一些都可以 对于 有些 有些 有些病症呢 会采取不同 在一起议论以后呢 可能会 就直接 介绍到这个介入 但有的病呢 并没有 这个就是很快的 能够 这个 转到这个介入 这个部门 科室来做 这个 这个很难说的 这个事情 因为我亲身经历的 一个事例呢 这个我知道的就是 因为当时你像 比方肝癌 他肯定 肯定第一个 他去 刚开始 他可能是在 让他去 去 去 去这个 去肛 这个 党啊 肾科 这样一个 一个部门去看 他看完了以后呢 他说说 你这个是 癌症 那肯定是 推荐的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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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肿瘤 肿瘤门诊 去看 那么肿瘤门诊呢 他们 他们有的呢 像这种介入科呢 他们本身 有的是 肿瘤科 他本身 本身自己没有 这个介入的 那有一些 可能比较大的 公司 这个医院有 有的是没有 他只有一个 联合的一个 一个介入的导管室 所以说呢 所以说呢 这个 刚开始的时候呢 他并没有想到 这个这个这个办法 所以说呢 才是在后来 才是 哎 这个 我也是通过 别的途径 我就说 哎 建议 有这个办法 可以治疗 是不是可以考虑 他说 那行啊 那你去 你去找一下 这个介入科 好我们就去了 介入科 是这样的 所以这个东西 有时候 这个 在一些医院 这两个之间 没有完全的打通 所以是一个 很难说的事情 对 所以说这是一个 比较新鲜的学科 在对对对 那比如说 就刚才您说的 那个肝癌 对 假如说我采取 这个这个介入治疗 他是他传统 那就化疗 还有放疗吗 他是他是一个 辅助手段呢 还是一个就是 目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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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他们这个叫 他们推荐的啊 后来他的第一个 是介入 是第一个 第一个推荐的手段 对于肝癌 第二个是进行 这个 叫免疫化疗治疗 这个就是吃药和打针 打打打那个 PD-1 这个PD-1呢 是四万五千 四万五千块钱一针 而且是 21天打一次 这个是自费的 完全自费的 不报销的 好的 好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 OK 谢谢 其他人还有问题吗 如果没有问题 我们就再次感谢 余博士 带来精彩的演讲 好嘞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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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客气 再见 好 好